CatBone CatBone 歡迎收看玩具都是我的小孩 聽到開頭的CatBone 就知道我們要來介紹騎士龍戰隊了 登登!今天要介紹的是 和玩的第三彈 登登!我先請出 那個今天的玩具特別嘉賓是誰啊 他就是我們的 第六位戰士龍莊晶晶啦 耶!他駕駛的就是那個 國王昌龍我在前幾部 Toy125的時候有介紹過 DX版的國王昌龍 那緊接著呢就是當然盒玩 盒玩第三彈 也是跟國王昌龍有關係的 他就緊接著來了 我首先把盒子叫出來 這個就是騎士龍戰隊的 盒玩第三彈 他主要裡面有一組盒 裡面有五小盒 主要的前三盒 他都是這個 盒玩版的國王昌龍 後面的兩盒呢 後面的兩盒 第四盒他是 第五盒 我先講第五盒 第五盒他就是那個火山益齒龍 然後第四盒他這次比較特別 他就是除了有兩個就是 他這個是那個國王蒼龍的那個輔助的騎士龍 他是那個什麼還記得嗎 那兩粒小粒叫紫潔橘石 除此之外呢 他這次還附贈了就是 有這個可以變形的那個龍裝魂喔 因為我們這個盒玩的那個龍裝魂是只有一個頭 他是不能變化的 他這次竟然出了一個可以變化的 然後還有另外就是他有那個多了手的套件 好 這就是盒子的正面就是這個是國王蒼龍嘛 然後他可以變成那個騎士龍海神 好 那背面呢 登登 背面就是他顯示的圖案 就是這個國王蒼龍跟這個火山益齒龍結合之後 就變成這個閃電極龍 好 那當然呢 最後他們就是會合體 再加上Tilamico 然後他們就會合成這個巨型的騎士龍王 OK好 這就是我們的第三彈騎士龍 好 接下來我就要介紹一下裡面的盒子 就是我剛剛說的就是前三盒嘛 前三盒就是 登登 就是都是那個 騎士龍海神 國王蒼龍的本體 所以他分成了三盒 然後呢 另外第四盒 第四盒 他封面也是一樣啦 因為他也是算是那個國王蒼龍的一部分 然後裡面就是這個 紫潔居師跟這兩個東西 然後最後一盒 第五盒他突然就不一樣囉 他就是有秀出那個火山益齒龍的樣子 好 他就是單獨是一隻火山益齒龍 好 那我們趕快來打開第一盒看看吧 打開第一盒了 因為啊 前面三盒都是那個國王蒼龍的身體嘛 所以我就一次把三盒一起打開 然後一起來介紹 首先是第一盒呢 第一盒我們當然首先先來看這個說明書囉 然後說明書我一樣就是會把清楚的照片拍下來 放在我的那個FB的專頁裡面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第一盒他主要的組合成分 就是他的那個國王蒼龍頭部跟尾巴 然後這次一樣呢 他就是主要都是有三個 三個零件 感覺還蠻簡單的 而且這次啊 他的那個貼紙都還蠻 蠻少的 一點點而已 還蠻好貼的喔 然後一定 一定會有這個 特殊的日本盒玩糖果 好 這是第一盒 然後第二盒呢 登登 第二盒一樣先看一下說明書 第二盒他的組合成的成分 大概主要是那個手部跟一些那個魚旗的部分 好 然後一樣就是有三片零件 黑色黃色跟灰色的 然後第二盒的貼紙你們看 更少了 只有這樣子而已 好 然後我們接著看第三盒 第三盒 登登 第三盒說明書 第三盒主要是那個身體驅幹的部分 好 然後他的零件一樣有三片 藍色灰色黑色 然後貼紙 就這麼一點點 非常的簡單 好 最後呢 他還有另外這張說明書 這張說明書呢 這一面 這一面他就是 告訴你怎麼樣把那個國王昌龍跟那個 那個火山義齒龍結合成閃電集龍的那個組合方式 然後後面呢 就是最後的大合體啦 巨型的騎士龍王 好那我們就趕快來組合吧 CAPBON YA 終於完成了核玩版的國王昌龍 我先請他出場 登登登登登登 有出來了 因為他是海底的那個海底龍王對不對 好我快速的展示一圈 這是前後 好然後是上面跟下面 登登登登 好我們來看一下核玩版 首先就是這個 嗯 他的可動性方面齁 就是比DX再好一點 你看這個最尾巴的圍棋的部分 還有這個地方 這樣子 感覺好像那個魚可以這樣上下擺動有沒有 好 然後除此之外呢 這個細部的部分來看一下這個 好 上面的部分 然後這個腳的部分 還有這個頭的部分 這眼睛也是貼紙的喔 非常的小張 好 然後我把他的嘴巴給張開 登登登登 這時候龍磚魂還沒出現 還沒有 龍磚魂在第四盒 好 然後我就把他閉起來 好 這就是 然後呢 我那時候剛組合完的時候 我乍看有一點不習慣 覺得好像哪裡怪怪的 結果是哪裡怪怪的呢 我請出我們DX版來比較 登登登登登登登 去無霸DX版 好 你看一下我們DX版 跟這個核玩版的size 差了算蠻多的嘛 對不對 那個螢幕都快放不下他 然後我主要 我覺得主要是這邊 你看這邊的 比例的部分 這個手部的部分 他才到他這個 嘴巴 眼睛的這邊 然後呢 你看他這個 哇這個手 不知道為什麼已經超越到 快到前面 所以難怪我會覺得 不習慣的原因 就是這邊前面還蠻空的 然後這邊 前面怎麼這麼的 擁擠啊 好這就是我們的那個 盒玩版跟DX版 我覺得最大的差異的部分 那其他部分呢 我覺得看起來 是還好啦 是還蠻像的有沒有 好 然後呢 我現在就是 這是國王蒼龍的型態 接下來當然就是要變成那個 騎士龍 騎士海龍王 騎士龍海神 騎士龍海神的型態 但是因為呢 你還記得那兩個小跟班嗎 子劫橘石 他是在第四盒裡面 所以我先打開第四盒 就是完成 子劫橘石跟那個 龍莊魂 所以我們才能 把他們兩個 加在一起 變成那個 騎士龍海神 好那我們趕快來開第四盒吧 登登 第四盒的使用說明書在這邊啦 好 然後上面就是那個 子劫橘石的 那個組合說明書 然後後面呢 那仔細來看一下 我才發現喔 他這次附的這個龍莊魂 龍莊魂第一個就是 他是那種可動性的龍莊魂 因為之前的 那個 那個 十萬版的龍莊魂 就是只有一個頭 他不能變成這個 龍莊魂的騎士嘛 他其實現在只是變成是騎士的型態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單純的龍莊魂 好然後再加上這個是那個 這個就是 國王蒼龍的龍莊魂喔 所以主要有三個頭 我剛開始以為是 他還可以變成這樣 還可以再變成頭 那實在是太酷了 不過呢 沒關係 還是有很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主要的零件 是在這邊囉 那我覺得 比較特別的零件 是這一個 應該就是其中有一個龍莊魂啦 他的那個 塗裝 是精美的塗裝 有沒有 看這就不用貼貼紙了 就是立體的塗裝囉 他已經做好 那個刻畫帥帥的臉 還有顏色也都塗好了 好 那這個第四盒的盒完呢 他的貼紙就比較多囉 因為就是要貼在龍莊魂上面 然後一樣也是有燙過囉 那我們趕快來組合 完成了第四盒了 好 那我們首先先來看 第四盒主要就是有這些龍莊魂 跟這兩顆紫結橘石嘛 對不對 好 來看一下 這個眼睛的貼紙非常的小 你要很認真貼 然後旁邊還有這個藍色的貼紙 後面是這樣子 還有下面 好 那因為直接就是已經完成了 我們就直接來做這個 把這個 國王蒼龍變成那個騎士龍 騎士龍王海神了 好 首先就是一樣尾巴拿走嘛 然後 把這個 尾棋的部分 變上來 好 然後接著呢 當然就是把手部給轉過來囉 其實他的變法跟那個DX版一樣 然後非常的快速 好 那我就把那個 手部就直接裝上去囉 另外一隻手也是 好 最後的步驟呢 把腿張開 好 然後這個頭部的部分 我先轉過來囉 然後 那個 我記得我DX版的時候 然後我說那個 劇中他那個劇情 不是那個國王蒼龍 跳起來先把那個龍裝魂咬下去 然後咬下去到最後的時候 就是我把頭部 頭部打開之後 那個龍裝魂就在裡面了嘛 但是這是我卻 我沒有這樣做的原因是什麼 你知道嗎 登登我先打開 這就是第四盒 那個第四盒的那個 龍裝魂 國王蒼龍的龍裝魂的部分 好 海神的龍 後面當然是這樣子囉 好 我先把他的頭撞進去齁 好 登登 好 完成了 好剛剛還沒講完 為什麼 因為呢 如果你裝了這個龍裝魂 因為他是固定 你看 關不起來 卡住了 他不像那個DX版的話 是可以整個都關起來 他是 關不起來的 卡住了 所以你一定要等變身完之後 才可以 才可以裝上這個龍裝魂 登登 所以這個 哇 國王蒼龍的騎士龍還是很完成 登登 快速轉個一圈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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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是這樣子 好 其實也蠻帥的 而且那個 你看我們合彎板 哎呀 噴出去了 合彎板的那個可動性真的是比較高啦 你看他要轉彎啊 還有這個手 你看光是這樣可以抬 然後身體也是都可以轉動的 腿部的彎 還有這個 活動的關節 都還蠻不錯 就是 一直都是這樣子嘛 就是那個 合彎板的可動性 擺出來動作 那當然就是最後就是要把這個尾巴囉 再放在他的手上 登登登 這就完成了 騎士龍海神 登登登 好 那完成之後呢 我來介紹其他的 這個第四個合彎呢 就是首先呢就是有三個這個 這個是那種 像樂高的積木嘛 其實他是那種擴充的配備 就是如果你覺得哪裡需要墊高啊 加強你就可以運用 那另外呢還附上兩個就是這個 手 就是有POSE的手 這個是給那個 TILAMIGO 騎士龍王使用的紅色的手嘛 那另外呢 這次比較重要就是這兩個囉 第一個就是這一個 就是騎士魂的那個 騎士的形態 它的那個部分 它是這邊是可以活動的 然後後面這邊是這樣子 擺動也是OK的 仔細看一下貼紙 好小小的 然後這個腿部 也可以彎耶這樣子 哈哈 還蠻可愛的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顆呢 就是我說的是已經變成頭了 但是不像 我們之前那個頭是扁扁的 後面是空的 它是立體的 而且它這個 這個臉部 上面這這塊跟這塊都是貼紙啊 然後這個臉部 它是有直接 塗好 噴漆好的 所以 感覺上是比較精緻一點 但是可惜的是 如果 如果啦 它有辦法精緻一點 做成可以這個 也可以變成這個 那就太完美了 當然是沒有 好 那我把這個頭 拿過來 登登 這個就是我的騎士龍王 我們來比對一下它遠的頭 好 就是這兩粒頭囉 有貼紙貼 跟不是貼紙貼 還是有差啦 那後面就是這樣 空空的 好 那我就直接把它換上去 登登 哇 是不是特別不一樣呢 那另外這個手部呢 手部如果我把它拔起來 我換上另外一個手看看 登登 另外一個手 好 好 只是忽然變成紅色的有點不太習慣 好 好 那就是這樣子 這個第四盒的配備就是這樣 然後呢 緊接著就是第五盒 第五盒 就是火山益齒龍 如果你們大家有印象的話 登登登登登登 火山益齒龍在那個盒完第二彈的時候 就已經出現了 哈哈 他這次 對他這次又多賣了一盒啦 所以那我就趕快把它們組合 大概秀一下就是 把火山益齒龍跟這個 國王昌龍組合成那個 閃電集龍 還有最後他們三個一起組合成 巨型騎士龍王的樣子囉 K-Bone 耶 終於完成了盒完版的閃電集龍 好 我快速轉個一圈 這個就是由兄弟好朋友黨 那個國王昌龍加上火山益齒龍 他們兩個合體的新的騎士龍品種 好 這個是後面 登登登登登登 好 他跟那個DX版的那個組合 的 看起來都差不多啦 而且這個 你看這個火山益齒龍 這也是有這個透明的 這個配件 看起來就是非常的酷炫吧 好 那我覺得就是這個頭的部分啊 那頭的部分是 這邊就是這樣 本來是這樣 然後你把它掀開嘛 然後DX版他是感覺 他有一個 到旁邊還有一個東西 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突兀 然後他這個看起來就好像一片這樣打開而已 好 我覺得唯一有差是差在這邊 那另外其他部分應該都差不多吧 好 你看這個火山益齒龍的頭 就是一樣是倒過來的 藏在裡面 好 那這次一樣也是幾乎就是說 全部這兩隻 騎士龍的那個配件 全部都有派上用場囉 除了這個龍裝魂之外 登登 然後DX版的這個龍裝魂還可以 藏在這個嘴巴裡面 只要你不要打開的話 然後另外這個合環版就是變成 你這個頭就是他另外 另外拿了 因為他插下去 他也關不 嘴巴也蓋不起來 好這個就是我們的 閃電極龍的部分 好那緊接著就是我們要請 閃電極龍跟這個騎士龍王 登登登 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就是要最後組成那個 巨型騎士龍王囉 好趕快來變吧 登登完成了 巨型騎士龍王 登登登 好那我首先先讓他轉身個一圈 登登 我都戲稱這個型態叫做那個 穿高跟鞋踩高挑 因為啊他就是把那個國王昌龍的下半身 他不是分成兩半 然後就是 直接讓他那個 這個騎士龍王墊高嗎 然後就變成 巨型騎士龍王了 好然後呢 這是我看一下喔 他這次一樣就是到最後這個型態 就是有這麼多的小配件跟DX版一樣囉 但是啊我們仔細來看喔 我覺得這盒玩版還是有一點不一樣 就是比例上我覺得稍微正常一點 DX版他裝上了這個暴龍跟國王昌龍的頭之後 這個手變得非常的重 然後非常的大 然後整體的肩膀就是窄窄小小 然後這邊又很大 看起來是有一點那麼怪怪的啦 但和玩版我是覺得 看起來就比較修長正常一點 而且他抬起來比較 抬起來也比較不會說那麼笨重 然後你看我把那個 爆龍的嘴巴打開 好這個 這個也是可以 就是把國王昌龍 國王昌龍的頭又掉了啦 好 好這個 盒玩版就是很容易發生零件掉落的狀況 不過 你看整體上就是還蠻 就是整個比例看起來都還蠻協調的啦 然後也不會說因為手太重 整個身體打下去 然後我覺得這是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 我是看說明書啦 就是這個火山一齒龍 這邊不是火山一齒龍的零件 然後加上這個新的頭嘛 後面呢 登登 後面是空的 那個我看說明書 他就沒有裝上這個 後面的這個頭了 不知道是空間不夠的關係還是怎麼樣 對 不過如果我是拿之前的那個 Tilamigo 就是那個騎士龍王的頭齁 插下去我覺得空間上 其實還是可以的啦 你看 這是有兩層這樣 只是說 說明書他就是 就是 說明書就沒有 他就把這個頭拔掉就沒有頭 反正就是 你看這個正面其實看得到他的臉的表情嘛 DX版其實他那邊 這邊是空的 然後從這個洞可以看到後面的那個 那個 騎士龍王臉的那個 的臉就對了 然後這邊是直接他就做出一個臉 所以他就想說後面這個零件 這個龍裝魂就不需要了 好這個就是我們核玩版的 巨型騎士龍王 好是不是 比例上非常的完美 這樣擺出來 其實也蠻帥氣的 剛開始DX版看真的是有點詭異啦 好 這就是我們這次呢 核玩版第三彈 然後呢 登登 其實剛收到核玩版第三彈沒多久 緊接著又出現了第四彈了 登登 哈哈 這個就是我們的劇場版 登登 他跟 你有沒有覺得他跟騎士龍王有點像 他其實就是騎士龍王的劇場版 然後他是Tilamigo的變種變形版嗎 好 然後我們現在有騎士龍王 騎士龍海神 接下來這一個劇場版他就叫 騎士龍神 好的 那我們就在下一部影片來介紹這個 劇場版的騎士龍神吧 那下部見囉 拜拜